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韩厨艺 马尺馅和鸡蛋是绝配 三福天这样吃,对身体非常好 滑嫩多汁,特简馋 有肉有菜有鸡蛋 营养是相当均衡 关键是做法也很简单 没有任何的技巧和难度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得搬 首先准备一把马尺馅菜 给它摘剪,处理一下 把老的部分去掉不要 在摘剪的时候细心一点 看看有没有其他杂质之类的 这样在清洗的时候就会比较简单 处理好之后放入盆中 加一勺盐 一勺小苏打 再加入清水 给它浸泡三四分钟 加盐和小苏打来浸泡 可以将马尺馅上面的虫卵泥土 很好地浸泡溶于水中 跟着准备一把小葱拍碎 切成小段 装入碗中 一个生姜拍扁 装入碗中 放几粒新鲜的花椒 再加入温水 下手抓出葱姜花椒的汁水 香味 放一旁浸泡着备用 然后准备一块牛肉 给它切成片 再改刀切小 最后剁成肉末 这里可以给它剁碎一点 这样吃着口感会更好 剁好之后 装入碗中 把葱姜汁水倒进去 抓拌均匀 使牛肉末吸足葱姜汁水 这样可以很好的去腥 增香 增加牛肉滑嫩的口感 然后加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继续搅拌均匀 使牛肉末入味 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清水 把它烧开 再来清洗浸泡的 马齿线菜 经过浸泡 马齿线菜上面的泥土 脏东西之类的 已经完全容易水中了 这个时候 只需要换水 给它多清洗几遍即可 清洗干净之后 捞出来 直接放入烧开的水里面 加一勺油 翻拌均匀 把马齿线焯一下水 这里加油呢 可以保持马齿线的颜色不变色 抄一下水的马齿线吃起来更加的健康 可以很好地去除马齿线里面的草酸 再捞出来放入清水里面 这样可以使马齿线菜快速降温 然后挤干水分 放菜板上 把它切碎 放入牛肉末里面 打入四个鸡蛋 加一勺胡椒粉 一勺盐 搅拌均匀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青椒 去掉头盒尾 再把里面的籽去掉 然后切成丝 再切成小丁 装入盘中 半个红椒切成细丝 再切成小丁 装入盘中 挤半大蒜切成片 再切成蒜 装入盘中 一把小葱 把葱白切碎 和蒜末放在一起 调个味 加一勺生抽 一勺香油 一勺鸡精 一勺胡椒粉 半勺淀粉 加半碗清水 搅拌化开备用 接下来锅烧热 加少许的油 油热之后 把马齿馅鸡蛋液 倒进去 开小火慢慢地煎 把一面给它煎至金黄定型 大约煎三四分钟左右的时间 利用一个平底盘 给它翻一个面 继续把另一面也煎至金黄 像这样就行 全程大约煎了六七分钟左右的时间 装入盘中 给它改刀切成小块 一会儿更方便吃 接着锅烧热 加一勺油 再把葱蒜末倒进去 翻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之后 把青红椒倒进去 翻炒至断生 再倒入料汁 翻炒至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 盛出来 直接浇在马齿馅鸡蛋牛肉饼上面 哇 好香呀 看着真的是非常的有食欲 就这样 简单美味的马齿馅鸡蛋饼就做好了 吃起来 有一种外酥里嫩的口感 鲜嫩多汁的 可香可好吃了 马齿馅呢 是一种营养价值相当高的野菜 再搭配着牛肉 鸡蛋 使整个饼的口感更加饱满 丰富 牛肉的肉质紧实鲜嫩 口感鲜美 上桌 家人都赞不绝口 很是喜欢吃 在三福天 我们要多吃马齿馅 有利于身体的健康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家常菜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